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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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帮助宝宝这个眼球的转动 帮助他的小眼睛去发育 那么随着孩子的这个视觉 听觉触觉 各个方面的感官都渐渐发育的更好了 那么绘本方面的这个可选择性呢 也就更多了一些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主要是一到三岁的孩子比较喜欢的绘本 第二个概念呢 就是说很多宝妈会说 哎 孩子这么小 绘本里的故事他能看得懂吗 那答案当然是看不懂呀 但是关键是啊 这个要跟大家达成共识的就是了啊 那绘本的主要的作用呢 不是要让孩子们看懂 因为啊绘本很多 他的这个画风都非常的精致啊 故事也很生动啊 里头的这些小动物啊 或者是人物啊 也都特别的可爱 所以呢在很大程度上 绘本呢是帮助年幼的宝宝 去更好的认知这个世界 包括呢对于一些颜色啊 对于我们常见的生活用品啊 等等的一些基础概念的建立 还有呢就是初级审美的建立 所以呢我觉得爸爸妈妈们呢 不要抱希望于这个孩子看了绘本 就能懂他 要更加的注重这个过程 孩子如果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感受到快乐 这个是最重要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啊 很多的这个父母觉得 嗯看绘本 对创造力好 对这个啊想象力好 对自己的这个 对宝宝的这个阅读能力 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力都好 所以呢就想让自己的孩子 占尽所有的好 这就难免产生了一种功利心 尤其啊如果是隔壁家的孩子 是个小书虫 特别爱看书 自家的孩子表现出来兴趣缺缺 那很多家长的心态就崩了 实际上啊我觉得大可不必 因为绘本啊也只是一种方式 让孩子去体验到这个世界 能够带来的乐趣 那如果孩子的兴趣呢 体现在其他的方面 就不妨让他尽情的去探索好了 绘本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又会爱上呢 对吧 所以呢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大家 让孩子们感受到乐趣 好的那么简单的几个基础概念 如果我们达成共识了的话呢 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啦 就是绘本的分享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这些绘本呢 其实很多都是在各种的平台上 有过各种博主呀 什么推荐的这种热门的绘本了啊 那么也不瞒大家说 我在作为一个新手妈妈的时候 其实也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所以呢我也是做了大量的这些功课呀 research呀 看看人家都推荐什么呀 然后呢我就从中挑一挑买回来 但是呢今天为什么大 我还要把这些比较热门的绘本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因为我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 是真正的发现了他们为什么好 那像很多人对于绘本可能知道他好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大家知其所以然 那今天绘本的第一个分享呢 是关于小熊很忙系列 那其实大家看啊 我手上拿的就是一本了 他那是一个机关书 其实呢小熊很忙系列呢 他有非常多非常多 一套特别大 然后我当时呢就差点一个头脑发热 把全套买下来 幸亏我当时理智了 因为啊他确实虽然是每一本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 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作为一个机关书啊 每一本的机关设置啊 可以说是比较雷同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看抽拉式啊 或者是像这个推拉式啊 小手指啊在里头推拉推拉 再或者呢就是像这种 看轮盘式 齿轮式的这种 所以呢基本上是很相似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推荐给大家呢 有这么几点 首先呢这个小熊很忙系列 他因为是机关书啊 所以他每一页都厚厚的 大家能看到吗 看每一页都很厚 那么这样子呢 就很利于这个精细动作发育的还不是很好的宝宝们 可以比较精确的把它翻开 那么 翻开他毕竟是第一步啊 那能好好的把它翻开 对于孩子来说 应该就是可以突破的第一道这个防线了 那么其次呢就是小熊很忙系列 他的这个画风 还有他的故事都是特别精美的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在其中你能看到很多设计者的这个细节之处的用心 比如说啊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熊很忙的这个消防员这一本 我给孩子买了六本 但是这一本我是觉得是最棒的一本啊 为什么呢 首先呢就是关于消防员 那很多小朋友我觉得都很容易对消防员这个职业产生崇敬之情啊 那么其次呢就是他其中的很多场景 我们都是可以对标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 像这样的小镇在小镇中穿行 我觉得很多跟我们新西兰的街道还蛮像的啊 然后呢就是整个从街景的过程到这个消防员赶赴火场的过程啊 还有最后消防的过程都展现的特别好看 火灭了 然后大家都好开心呀 还有小熊从屋顶上救出了一只小白狗 我觉得都特别的生动 而且呢像这个在这个轮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他虽然是一个可以轮转的 但是他有很丰富的细节 看近处的车比较大 远处的车呢就比较小 所以呢这个又给孩子建立一个远近的概念 而且呢每一个小车大的这个小车在远处都有对应的小的小车 所以呢就可以让孩子找 哎小车车开到哪里去了呀 他开到远处去了就变小了 所以呢一方面呢可以锻炼孩子的观察力 另外一方面呢也能锻炼孩子的这个专注力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不错的机关书啊 给大家推荐一下 那么第二个我要推荐的呢 就是爸爸妈妈书了 其实真的不需要我推荐 这可以说是每个家里有孩子的这个家长 能够到人手一本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爸爸妈妈书在我真的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 我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他不光是给孩子读的书 更是给爸爸妈妈去读的书 他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好像把宝宝不会说的话通过这本书告诉了爸爸妈妈 因为这个书呢就叫我的妈妈或者我的爸爸 他里头呢营造出来了一个像超人一样的妈妈 或者是像英雄一样的爸爸 那其实在孩子的眼里呢 爸爸妈妈都非常的感觉很伟岸 好像什么都难不倒他们 那妈妈和爸爸通过这本书也看到 哦原来我在孩子眼里是这么出色的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而且无形之间呢就增加了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爱的流转 所以特别神奇 我特别喜欢给我孩子读这个爸爸妈妈书啊 也是自己刷存在感的一种方式 那么第三个呢就要讲到这个啊 这个毛毛虫 哎呀这本书我觉得特别有故事啊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对这本书是特别排斥的 因为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毛毛虫 我真的是对这个生物太没有爱了 但是呢因为这本书太火了 所以呢在这个呃大大量的人的这个疯狂案例下啊 我还是买了买了之后呢 我回来用心的翻了翻他 我发现这个作者啊真是了不得 你别看啊就是这样一本孩子的书 我觉得这个用心 我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 他为什么会这么棒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看像月亮还有太阳啊 白天黑夜的概念就有了 对吧 然后呢看一个苹果两个梨等等等等 然后呢就有水果的概念 每一个水果又有不同的颜色 而且呢我觉得最建心思的是这个点呢 看一个苹果两个梨这样子放在一起就成了三个水果 简单的加减法也有了 还有啊到了这一页看十个各种各样的吃的 然后毛毛虫在一天之间呢吃了所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导致肚子疼了 那么这又是一个生活尝试告诉小朋友不可以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小零食 那么还有呢毛毛虫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看又有一个星期的概念了 然后会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花蝴蝶 这又是一堂生物课 真的就特别神奇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书里头有这么多的知识 然后我数了一下 可以给孩子建立起码八种以上的概念 哦对还有 看像这种小动狗 我家宝宝就特别喜欢把小手指插到这个小洞洞里 这又是这又是一种空间感的锻炼 看从这边穿进去 从这边能看到小指尖 就对孩子来说是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啊这个毛毛虫它能这么火 真的是实至名归 那最后呢我要说到的是这一本书 我是一只小兔子 那这本书从私心来讲啊 我真的很喜欢它 因为它的这个画风实在是太戳我的点了 我觉得这个画风好漂亮啊 让我好想去真正的置身于这个小兔子所在的世界去看一看 那这个这本书呢 那我觉得如果爸爸妈妈给宝宝买了的话呢 其实重点在于爸爸妈妈该如何讲故事 那说到这里呢 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们啊 你们在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吗 我是一只兔子 我的名字叫尼古拉斯 我住在大树洞里 春天我喜欢彩花 喜欢追蝴蝶 喜欢看鸟 哎呦妈呀 太无聊了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得下去啊 反正我是绝对听不下去的 那您说孩子提不起兴趣来能怪孩子吗 当然还是怪大人没有把绘本讲好了 对吗 可是如何更好的跟孩子分享绘本呢 我们下一节来告诉大家 哈喽 欢迎回来 那么在上一节节目当中呢 我们解开了一些家长朋友们对于跟孩子分享绘本的时候 经常会发生的一些误区啊 同时呢我也根据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经验体会和心得 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觉得特别值得购入的绘本 那么绘本选好了 小家伙们的小板凳们也搬好了 那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准备好闪亮登场呢 那有些家长可能会说 这还用准备吗 看看 这您就已经输在第一步了啊 您可千万别小看跟孩子分享绘本这点事 这绝对是个技术活 哎我虽然相信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真的是天赋异禀啊 可以跟孩子交流的特别好 然后把绘本都表现的活灵活现的 但是我也绝对相信有很大一部分的家长朋友啊 跟孩子在分享绘本的时候 不是您在折磨孩子 就是孩子在折磨您 您说是吗 那您有没有思考过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您有没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成为孩子眼中的故事大王呢 那我们来想一想啊 怎么样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呢 我们回想一下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啊 然后有很多的课程 很多的老师 总有那么几个老师是特别有魅力的 特别受到大家喜欢的 那这些老师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哎首先呢 他的这个业务能力肯定是过强的 对吧 对于他要这个教授的课程 他肯定是特别的了然于胸 再经过他自己的思考呀 消坏呀 理解呀 最后呢 再进行一下二次创作 就把自己的这个课程 变成了特别鲜活的故事 哎 学生们听着就觉得特别的好听 特别的有趣 然后呢 这个老师在进行循序善诱的 进行一些引导式的这种提问 哎 可以帮助大家开拓这个思维啊 那么其实从这些老师身上 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了 就是这样子跟大家分享绘本的 孩子们其实也喜欢家长朋友们 这样子去讲绘本 我突然想到所谓这个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啊 直到现在我们也能从老师身上学到东西 跑偏了 我们继续回来说啊 那其实作为家长朋友呢 拿到绘本的时候 最好呢 也是可以先熟悉一下绘本的 那您最好也可以做一些预习的工作呀 或者呢 对于这个作者 他创作这本绘本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什么样的思维 你也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 这样子呢 家长朋友可以很好的了解 这个绘本的同时呢 就可以知道怎么样进步的 引导孩子去写爱上这个绘本了 因为其实很多绘本的这个作者啊 他在创作这个绘本的时候 实际上呢 是有很多的深意在里面的 他甚至埋了很多的小彩蛋 那其实随着孩子们的这个认知能力的不断的提升呢 这些一个个的小彩蛋最终都会迸发出来不同的惊喜 所以家长朋友如果在提前预知的情况之下呢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引导了 其次呢 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朋友跟我一样啊 在初期买绘本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就是根据一些所谓的书单呀 一些这种电商的推荐呀 对吧 根据一些什么排行榜啊 然后就买上一些回来 当然这些绘本一定是很好的 因为大家有目共睹嘛 大家共同安利种草的东西应该是不会错的 但是呢 毕竟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自家的孩子也是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那这个绘本是不是适合自家孩子呢 那这个发言权也就只有在家长自己这儿了啊 那您提前看一看这个绘本 了解一下这个绘本内容 对于自家的孩子来说 是不是可以达到他这个认知的这个水平 那如果说这个绘本有一点超出孩子的这个认知和理解能力的话 就不妨先放一放 过段时间再让孩子看 好 接下来呢 这个中头戏要来了啊 家长朋友可要认真听好了 那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把绘本非常灵敌尽致的表现出来 让孩子们能喜欢上呢 这一点啊 其实是特别有技术性的啊 那其实呢 不同的绘本内容和这个不同的绘本形式 其实是要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的 比如说呢 像有些绘本 他原本这个文字的内容就特别详实了啊 而且呢 关于一些细节呀 对于一些内容的描述已经非常的美了 那其实拿到这种绘本的家长朋友其实是最为省心的 因为不需要您有过多的二次创作您发挥的空间了 您就尽量带感情的 然后呢 一扬顿挫的 用很标准的语言 把这本书的内容表现出来传达给孩子就好了 因为像这种书呢 已经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个内容的这个具体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了啊 而且呢 像文字之美呀 韵律之美呀 都已经表现得很好了 那还有一类书呢 就是文字可能比较少 但是图画比较多 那这种书呢 就需要家长朋友们去进行相应的扩展了 比如说对于这个文字描述的内容去进行相应的扩展 多加一些形容进去呀 一些细节的这个描述哈 那画面的内容呢 家长朋友也可以扩展性的去进行描述 就像我们小时候的这种看图说话一样啊 尽量的去观察到细节 包括一些颜色呀 或者希望孩子能够认知的这些事物呀 慢慢的孩子就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有更多的这个认知 学到更多的知识了 那么再对于又是有一些这种 可能更需要家长去通过自己的理解 然后呢 传达更多的信息给孩子这样的绘本呢 其实呢 也就需要这个家长朋友做更多的这个功课了 来帮助孩子更好的去理解他 同时呢 家长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啊 有的时候在讲绘本的时候呢 孩子可能会频频发问 或者对于某一个点表现出来特别有兴趣 哎这个时候您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这可是孩子的这个兴趣点 他的内趋力作用 然后使他对某一个点产生兴趣的 那这可是最好的老师啊 您要是抓住这一点 跟孩子共同去拓展去发挥去尽情的想象的话 真的是事半功倍的 那么家长朋友也可以在过程当中呢 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提问 比如说发现孩子有点放空了 有点跑神了 您就用一个小提问把他拽回来 那与此同时呢 也可以帮助他更好的去思考去拓展思维 但是呢 我个人建议啊 发问一定不要太多 否则这压力得多大呀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 如果老师讲上一小段 哎 就要问问题 讲上一小段就要问问题 天呐 这节课上的可是够胆战心惊的 对吧 那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 所以呢 问题在经不在多 那么在这里呢 又要跟大家就是分享几个 关于这个绘本的时候 就读绘本的时候 可能出现的一些误区啊 有的时候呢 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略有强迫症的妈妈啊 我在读绘本的时候 我就希望可以从头度到尾 我想保证这个故事的完整性 但实际上呢 孩子的思维不是这样子的 他根本不在乎这个故事完不完整 他只在乎自己感兴趣的那个点 有没有得到满足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 家长就希望 哎呀 我把这个故事讲的特别的好 特别的流畅 但是孩子总是想要回到某一页 或者某一个点 让家长反复的去读 那这个时候呢 家长就要意识到读绘本 跟孩子分享绘本 你的目的和初心到底在哪里 那所以呢 毕竟是要满足孩子的这个 呃 就是他的兴趣呀 他的爱好呀 对吧 那么就要以他的这个兴趣点 作为这个能动力 和这个所谓的 应该叫什么呢 驱动力 哎 对 所以这个家长朋友 千万不要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啊 要以孩子的这个需求为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动力 那么其次呢 还有一些家长总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故事 就要总结出来一个什么道理 哎 你看他做的多好 你是不是应该向他学习呀 你从这本书里头学到了什么道理呀 哎呦 我就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到了这个环节就成了一堂课了 一瞬间就把整个氛围就破坏掉了 你想想本来您可能只是 哎 想去K个歌放松一下的 对吧 然后唱完这首歌呢 就有人问你 你从这首歌里学到了什么道理 是不是就变得特别可怕 一样的道理啊 尽量不要说抱着这么功利的心 非要让孩子学到什么 其实呢 孩子在这个读绘本的过程当中 学到东西是一个潜移默化 润物戏物生的过程 您不用刻意的去推进这个进程 实际上孩子们真的都已经学到了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您就会发现他真的听进去了 再有一点呢 我发现啊有很多的家长朋友在买绘本的时候总是一买就特别多 就希望说是能把所有的大家推荐的这种好的绘本都堆到孩子面前 你选你尽情的选啊 爸爸妈妈都给你买好了 钱是花到了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不是很科学 就是绘本我个人觉得再精不再多 因为其实很多的绘本他之所以特别的有名 特别受到推崇 真的是因为他降薪毒孕 那有很多的作者呢 他真的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考虑到了孩子这个认知的提升 并且希望这个绘本的可读性和他的功能性会更强一点 就比如说像在上一节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这个毛毛虫啊 对就是这一本书 那么可能在孩子年龄很小的时候主要是对于颜色呀 食物啊什么 对于这一个层面去进行相应的这个认知 可是呢 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就对于数字或者对于星期 对于时间就有了更多的概念 再大一点可能到个三四岁五六岁的时候呢 他就对于这个简单的加减加减法又有了一些这个概念了 对吧 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哎 慢慢的对生物感兴趣了 那么他可能就会对毛毛虫里头所描述的这个毛毛虫 蜕变成一只蝴蝶的过程就更加感兴趣了 所以像这样一本书 他其实可能可以跨越一个非常大的年龄段 适合很多年龄阶段的孩子去读的 所以像一本书如果读透了的话 他可能能伴随孩子的成长过程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其实像这样的书其实很多啊 那家长朋友们在选取的时候可以多选一些这样子的书 这样子呢又省钱又省力 而且对于孩子来说通过一本书就可以学到特别多的知识 对于他来说呢接受起来也就不会那么的难 所以呢 大家呢在选这个绘本的时候也是要讲求科学的 同时呢把钱省下来了 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对吧 特别的好 然后呢 这就要再讲到呀 跟大家分享一点是 关于这个绘本大家怎么样去读 才能够让孩子更好的去接受 并且感受到绘本的乐趣呢 这个呢就特别的考察到这个家长朋友的功力了啊 那其实从以下几点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研究一下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家长朋友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您别看这些小家伙啊 一个个可都机灵着呢 你但凡有那么一点点什么敷衍了事了呀 或者觉得完成任务就行了啊 他可是都能感受得到的 那他一感受到你说他是不是会产生不满情绪呀 那您就别怪孩子好像闹火呀 或者是跟你胡喊乱叫了 那人家就是不高兴呀 问题就出在您这儿了 对吧 其次呢 我觉得这个家长朋友在读绘本的时候 尽量就是自己的语言的规范呀 语音的规范呀 一定要多注意啊 因为呢毕竟这是一个孩子建立语言系 这个对于语言感受建立的一个过程 那么语言之美让他感受到 韵律之美让他感受到 这个也是读绘本特别重要的一点 再者呢 我觉得哎 再进阶一点啊 家长朋友最好是能够在跟孩子分享绘本的时候 尽量多的去表达一下情绪 哎 其实很多孩子呢 他可能会生气 会哭闹 但是实际上他对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认知 还是需要慢慢慢慢的去增长的 所以家长朋友在呃就是跟这个孩子分享一些有关情绪的绘本的时候 就可以夸张一些通过自己的语言呀声音啊表情啊 把这些情绪表达出来 让孩子更好的认知 哦这是生气了哦 这是很开心 那他随着他的这个认知慢慢的建立的非常的完善了之后呢 他可能才会慢慢的学会怎么样去控制情绪 再有呢家长朋友最好呢就是在遇到一些角色比较丰富的绘本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这种声音的变化呀表情的变化呀 语气的变化呀 去展现不同的人物性格 哎 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可以丰富绘本的内容 并且呢帮助他更好的去认知这个世界 尤其认知这个人的这个性格以及表现的这种不同的呃这种状态 对吧这样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 还有呢我觉得啊家长朋友们也许您在生活当中可能是大老板 哎有钱人高冷人设 但是呢您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千万不要端着这些架子 一定要放下身板来越放的开 您跟孩子分享绘本的这个功效啊才是越事半功倍的 不幸啊您就试一试 那其实总结一下呢我觉得很多的家长朋友会觉得哎 我不善言辞我性格内向实际上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走心加多练习的过程 您相信我啊您多花在孩子身上的这些时间绝对是最值得的 这种投资呢应该说是你在其他的投资都很难有这样的回报率 而且呢我觉得家长朋友也不要觉得说哎绘本好无聊 就总是好像有一种抵触情绪千万不要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同心的 我个人就觉得我在跟孩子分享绘本的时候 我好像很多时候能回到自己的童年 就是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然后就自己有多夸张多可笑都不会被不会被笑话 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在现在的社会这个生活当中 其实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可以纯粹做自己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您就尽情的放飞自己好好的跟孩子去享受这样的亲子时光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爱的传递和融合的过程 所以呢就让我们放下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有浮躁的情绪 所有这种不堪的烦恼吧 然后呢尽量的去进入到一个纯净的 嗯自己还很童真的这样内心的一鱼 我觉得不光是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 那希望今天关于绘本的这一期呢 能够让大家学到很多的知识 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也分享了很多作为家长的心得 希望大家呢看完了以后觉得嗯绘本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就赶紧拿起书来跟孩子去分享吧 那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咯拜拜 拜拜 by bwd6